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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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后期六位还可以 然后到最后这个阶段 得贾的一个收尾阶段 表现的非常不错 包括在这个主场评霍芬海姆 在主场评这个洛库森 等等吧 反正进市场比赛表现非常好 包括在主场赢下明星 对吧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 咱们我刚刚看了一眼 他这个亚洲方面的加紧号 这个数据给的不太 给的非常合理 咱们去判断不了这个 市场的偏热方 因为亚洲是给到斯多加特 这个平板高档以后 通过晚期观察 这个平板高档 对于两队来说都比较合理 但是今天这个进球数方面 给的很好 初期他给到2.75以后 中期调整到一个三球的 一个中档 比较符合这个 初期的这个定义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 咱们看好这个进球数 结论的话 咱们是看好进球数 这个两到三球比分的话 是1比1和2比1 今天就这一场比赛 因为今天这个比赛也不多 最后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 咱们最后总结的 就是看好进球数 两到三球 比分的话是1比1和2比1 好 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就会让我们下注 感谢观看